因为上人常说嘛 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部大仗经 每一个人的家庭 每一个家庭背后的 面对到的困难都不一样 当然我们不能讲 我们都一定帮对人 我们也会有不小心帮错人的 因为也不能说他们有贪恋 而是他们的心不安 所以他们觉得说 我有拿到我就心安了 然后一个个案 在基本的补助上面的话 就蛮多的 那个经济的援助了 那可是我就想到 不只是经济上的帮忙他 在其他的生活的方面 如果能够改善的话 也是让他有更大的力量 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就想争取 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的心安下来 至少他觉得他不是孤单的 生命是很脆弱的 然后尤其在这个疫情 分分钟钟 都不知道谁是感染源 那我们要带着很那种担心自己 害怕自己会不会不小心被感染的风险之下 然后去关心每一个个案 然后还要去学习到说 生命其实很可贵 然后也很感恩我们自己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可以去做付出 然后看到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故事 我觉得我还可以去做 去付出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很感染了的 现在可以 好